生態到台中 植樹改護樹 12號市植樹節各地都在舉辦植樹活動 不過台中市政府前的這場請命活動很特別 要求政府將植樹改為護樹 就是有一些為了安全的考量 它進行所謂的強檢 強檢我們有時候看到像 不管是黑板樹、樟樹也好 它的強檢就是從所謂的樹幹 用斷頭式的方式的剪除 過去的修剪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這個傷口包覆過去 結果呢這個地方就開始腐朽了 當這個裡面的樹幹開始腐朽 中空之後這棵樹就死掉了 指著照片上的圖片左鎮 台中市街道上的路樹有太多 都是同樣的處境 不是被斷頭式修剪 最後下場被白蟻蛀石死去 就是被移除 和市府一年種30萬顆新樹苗相對照 未能好好保存現有樹木的行為 略顯諷刺 種了幾十萬顆的樹 但是我們台中市感覺率負率都很低的原因就在這邊 如果說我們能夠從3月12號的植樹的活動開始改成這樣的觀念 叫做戶樹的話 那我們一年不用種到幾十萬顆的樹 我們其實只要改善這樣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台中市的市民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就有大樹可以乘涼 如果可以多一些給這些珍貴老樹 給台中市城市的行道樹 多一些關心多一些照顧 我想這個會更有實際的價值實際的意義 地上公民陳情書要求市府人員重視 農業局也坦承書師 未來將會改善 將戶數規範傳達到各個處事 而樹木除了是地方情感的連結與記憶 也是下一代生活不可缺的一環 善態環境與都市建設不容拉鋸 只盼能共存 蔣娟台中採訪報導